只剩下最后的一个三连弹射 宁清这边 很有机会啊 一弹没有问题 二弹也出了 最后一弹 还是采取了个小飘 多少 看一下现在记录保持 情久子末的1分12秒85 从榜上来看的话 是宁清 算是第四位 对 第四位的话是宁清之前 在这张图的首秀跑的 这个记游先看一下起步 千寻这边是卡了一下宁清的位置 但是宁清一个反卡来到零跑位 双方看一下跑法会不会出现不同 两个氮气延续以后 没有释放氮气 双方同时都游着 这个就是二位的不一样 而且宁清刚才卡气了 千寻不用卡气 查一下嘛 对 但这个氮气延续 肯定是延不上了 一个进阶惯性出弹 但是出弹的角度 稍有一些偏扎 调整一下宁清已经领先了 两个小红点的距离 0.6秒 看一下千寓这边该作合后追 双杀弹过来 弹射出来以后 这底氮气延续是必然的 双杀距离路线拉满 再来一个双杀 看一下前面 宁清也是采取同样的极限操作 这样的话千寓在后追过程当中 只能依靠海神的一个被动 对 这个延续的一个细节 WCWW手里面弹气是多了一个 但是只能用作后面看一下能不能有机会冲撞 还有十秒了 这里宁清再甩 哇 这有点极限啊 零好这么大距离还要甩吗 千寓这边后追已经做得非常到位 但是还是无意灰天 恭喜QG宁清先拿一分 一分十二秒 一分十二秒大 十二秒九几 好像还是八九 十二秒九几 差不多 对 从 记录我有 没错 这个用了不同的设备 这突破记录的程度就是不一样 这个有不一样的游戏体验 让我们感觉到 其实在经过了一个赛季之后 是 选手的进步是其一 设备的进步是其二 没错 秋名谁称王 雷诺撞一撞 来吧 好 收回语录 说完之后 我们进入到我们的比赛 第二局比赛 所以这边起步还是要更快一些啊 宁清在起步的情况下 被针对还是有点难受 这里再来一个弹射 没有任何问题 千寻脱飘了 而且拖到墙上没有氮气 射一下 这个好在一点是什么 雷诺有撞墙保护 这个被动还是很舒适 看一下千寻这边再卡一下气 保证后面暴地的一个过弯速度 这边暴地就可以过得特别快 但是雷诺这边弹的角度也很好 看一下同时放开放了一个ECU 有被雷诺带到路线 千寻这边还是有一些急躁 一个点飘以后再来一个甩尾 这个甩尾很难出弹射 弹射大概率破表 进入这个彩虹桥过来了 看一下这个落地点 千寻这边非常完美 有稍微拉近距离 但不够明显 这些还不够 看一下这些小飘延续 以后再来个小飘 能不能给到对抗的机会 还是不够 这个距离 是 哎呦 赢情操作食物 还拦到了仙学 还放到氮气 你的雷诺不讲你吗 哇 这个 我这个真的太伤了 看一下这里甩尾以后 只剩下最后一个弯道 凝气这边顺利重现 没有任何问题 赛翁是吧 胭脂肺 恭喜QG 连打两分 将自己的食物化为对方的食物 是 这个就是 同时用到仓女夜影 看一下起步 会不会选到对抗 还是一左一右 我觉得一左一右好一点 还是两右 千语这边还是跟着宁晴走 2v1的痛他忘不了 看一下这里 做一个极限的延续 以后再甩尾 再接个极限的延续 这要控制好 自己的小盔节奏 是对有难度的 点一下刹车 压一下车 哎 还不错 嗯 细节拉满 但是看到千语这边 路线完美的情况 没有达到后队效果 说明宁晴更难 对 进入到这几个 连环的过弯点 非常考验你对于车的控制能力 是 再来一个点飘 距离是没有拉近呢 这样的话千语这边 哎 银行失误了 银行失误了 无端的蹭墙 给机会了 对 银行这边路线还有点偏差 有点迷失了方向 这里再来一个新的台车点 这个路线有点偏 踩不到了 哎呀 这里好像走了云海2v的一个老路 而且没走上去之后 这个弹射也出不来 没错 因为你这个角度不够 看一下这里再出一个甩尾 没有出弹射 但是从小队团距离来看 这里球稳是完全足够的 对 再次进入室内 刚才我们在室内看到了很多次 哇 这里好稳 千寻也是捏了一把汗 但是路线处理它依旧非常完美 再来一个氮气延续以后 领跑距离非常的大 而且非常球稳 是一个WCW坑 对 防止一个CWW坑的掉落 只剩下最后一个压车 没问题 那么可以恭喜RNGM千寻 完成时间是1分33秒86 非常快的一个球技 这段路有点偏 我跌跌撞撞奔向你 最后还是遗憾 丢掉1分 这样的话比分来到了1比2 恭喜RNGM千寒在实战当中也非常好用 因为前35秒非常好用 对 看看起步 开局的一个起步 一个双卡 WCW出了 舒服了 来到一个顶跑位 但是宁清在这张图的后路 已经打了非常多了 看一下落地的一个优甩点 谁的路线更好 双方旗鼓相当 但是千寻需要补气 宁清少了一个氮气 双方氮气情况完全一样 这一下在这里卡气 是双方的选择还是有一些不一样 千寻这边有氮气 直接开 宁清也是有氮气 直接开 两个人在这里 宁清一国一样的节奏 对 氮气同时补了回来 哎呦 双方真的是旗鼓相当 这里可以等技能了 等一下 对 这个落地点 宁清太好左侧了 是 但是调整的还好 这里再来一个小飘 CWW 来到第二圈 双方的一个氮气 完全一样的 就看双杀弹射的一个操作完整度 落地的这个优势 甩点是至关重要的 没甩出来脱了 脱了之后在这里补个ECU还撞墙了 CWW的一个单喷 对 但是好在氮气是还在 宁清在前面跑的还是比较顺畅 但你情况一切正常 那以现在的一个距离来看 宁清这边 哪怕说稍微求稳一些 也能够拿到 顺利拿到本局 欢迎春假日 没错 这里没有什么机会 没有对抗点了 对 ACW三分再来一个 撞的话也撞不到 一分二十八秒六五 是 因为这把第一拳的时候 对抗实在太强 而且看双方在实战当中 一个临场反应 对 防止甲骨 你像亚中药 地起也非常快 开起步 这首天鹏用的我觉得 有点 让自己的墨高库有点伤啊 这里连续卡器还是有被干扰 所以说卡器并不乐观 这里并不 哎 还好几把的 哦 这里又撞墙 对 抖不了气了 没有办法进行卡器 只能这里跳起来 堵一个低容特率的跑马了 还是过来了 对 但是少一个弹器 这里的话到第二圈 千询可以扶卡器 就做一个比较流畅的一个跑马 对 有点还是要效仿第一圈 对 在卡器再接弹期间去 这个 彻样优势是硬伤啊 没办法 明天这张图上在二位当中 其实表现的也不是很稳定嘛 所以说让了一手也挺有可言 但是千询这一把把握得十分到位 再次来到这个飞月桥 是一个双杀优甩 角度非常大 还是想要搏一搏呀 但千询这名选手 最开始就是以稳出名 有点迷路 这里的一个复位 对 再次迷失 看一下千询指向最后一个弯道 可以顺利重现 关注一下完成时间 是一分十六秒 一分十七秒零零 对 这局这个复位啊 有点伤 看开局起步 对 因为反亚在开局 还是很看你路线 对 你要是先抢到那个进到点 很容易可以卡 后面的时间 是的 就来到那个二元摔尾点 那个曼云那块 对 哇 您听这边起步好快 摔尾击满一个氮气以后 千询下这新武者集气 还是稍有压力的 至少相对于今晚来说 就没有什么优势了 十秒触发 千询这边有点舒服 能够给到一定的机会 看一下再来 哎 路线很不错 没错 宁心在前面稍微有一些歪 二十秒再次触发 千询这边是天命新武者呀 一个点飘 这个点飘很极限 对 哇 三十秒再次触发 三连触发的新武者 做好细节 绝对能追 一个点飘 宁心这边不给机会 非常的快 但是这又一个 CW单轰过来的 没错 只能用一个三连甩尾的跑法 但这里还要再进一波补气 要双杀吗 没有双杀 好了 哇 宁心第一圈是五顶 这一把 你懂得 我懂得 这个要不要 来一手跨秒 看一下这里一个二连甩尾 但是这里上墙了 上墙之后只能一个 小的蛋前是过来之后 宁心这里很稳 对 而且五零秒四零 出现了刮掉小分的一个小食物 但是我觉得 以这样的一个第一圈 还是能够打破这样的一个基础 还是有容错的 对 而且就关注一下 看能不能进入到一个三九时代 三九 对 看一个点票以后 顺利插进来 只剩下最后的一个三连弹射 宁心这边 很有机会啊 一弹没有问题 二弹也出了 最后一弹 还是采取这个小票 多少 38 我的天哪 38秒52 直接跨两秒 我这 差一点就跳了起来 真的 我这个 这个 这个 真的38 1分38秒 什么概念 我上头了 真的 这1分38秒中的反压记录 直接跨了两秒多 两秒半了 哇 这个 38时代 我只有四个字 说 我傻了都 好成语 139天 使用到的是 进霸 跑到了1分38秒52的成绩 使用的是极限ECU 恭喜QG凝青 这个图在我现在的印象当中 我觉得它一点也不长 今晚值了 真的 我觉得在我 在我印象当中 这个图一点也不 也不长了 不长了 真的 因为我最开始 跑星星火战的时候 可能才是能跑1分38 刚出这个图嘛 然后 现在给了我一个感受 就是 哇 好夸张啊 是 凝青这边直接选择到星星火战 使用到双方战神 他想带走比赛 他想带走比赛 看千寻给不给机会 千寻在面对小玉的时候 在对面的赛点局 同样是选择到了星星火战 但是最后一个小票 双方失误了 是非常可惜的 因为 对于宁星来 对于千寻来说 已经没有选择的机会了 对 就看能不能打着 熬战模式吗 这种熬战模式 还是双方误开的 看一下一个点票以后 反超宁星的前面 还是 感觉跑跳的 反压跑了1分38秒钟 气势自然起来 但是心态还是有波动啊 对 这里两个人跟车 跟得非常近啊 对 但是说到这里 可以做一个极限延续 就卡位千寻 直接就是因为 这一个小的延续 又是在第一圈 30秒的时间 完成了反超 没错千寻驾驶 冰皇卧心长胆 看看能不能在 第一圈的末端段 到第二圈 达成一个后追的效果 两个ECU 后追ECU 全部释放 这里延续的氮气延续 距离宁星的距离 大概有一秒左右 这里还是要再卡一下气 冰皇的特性不断叠加 但是宁星驾驶 双生战神 性能上是完全不输冰皇啊 现在 1分04秒的时间 已经过去了 进入到第二圈的千寻 这个冰皇的被动 已经出发的非常高了 是 但是宁星在前面 跑得依然很稳 对 这个难点已经过来了 但是宁星球闻采用的是单喷 千寻采用的双喷 看一下这里甩尾点以后 来到了近道点 千寻那边细节处理非常完美 再接一个甩尾 但是上翔了 完了 这场比赛真的要被终结了吗 而且最后的一个难念已经没有什么太大的机会了 千寻这里再过来甩尾接 WCW 结束的要这么快吗 冲破天气 哇 这个1分33 恭喜QG凝青 最后比分2比1 带走RNGM 这个情绪是吓不来了 刚才韩东都傻了 是吧 其实我说实话 如果不是急速攻击那1分 这场1比1我们看不到了 是 对 反亚1分38我们见不到了 对 但是我觉得从这场神仙大战当中 我们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实态 让人不禁感叹 这就是宁星啊 从住落级开始 宁星选择了留了一手竞霸 是 用在了反亚 最后1分38 年轻真好 5比2 哇 这个 这个比分和道具是一样的 这场比赛对于我们而言 还是记 可能会记很久 甚至永远都不会忘记 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